郑中佳呢 他问老师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黑熊呢 刚才知道后 要怎么快速 让他的根系呢 能够快速发展 可以推荐什么样的资产来使用 这个 如果是 他这种熊 这个我们 这个几位好朋友 都有去经验过 就是说 他在这个 应用 效果呢 相当的一个 这个荷 相当的好 应用什么样的好够 很好 这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玉米树 你可以 稍微 稍微 融在水里面 这个 融大水底 一个 这个 比 大概 差不多就是 我们在泡的 这个 倍速 大概就是五百倍 五百倍 你就可以 罐头 罐两次 你可以 留一半 不要罐 就是说 你留一张 这两张 不要罐 你给它比较看看 你的发现 说 这个 差别 真的很大 所以 这个大概是 这个 差变的 相当的 这个大 所以 你可以 去 试看看 去看看 我感觉 这个 效果 很好 这个效果 相当的 这个 好 你可以在这方面 给它 看 看看 尤其在 盆栽 这段 我们开始 开春了 很多好朋友 都需要 在这个 时候 开始来 刷盆栽 在刷盆栽 要刷盆栽 最要紧就是 我们一些骨头 老筋 给它 煎一些 刷盖 这些 给它煎一些 刷盖 现在来 就是说 需要 需要 去给它 放一些 放一些 这些东西 进去 那么 这个 效果 就能 给它 鸡 鸡鸡 可以感受 实际 这个效果 效果 应该是 相当的 这个 这个 明显 因为 这个玉米酥 它本来 就 给它 刷盖 可以 可以让它 作物 本身就是 这个 较容易分岔 并说 它的侧根 容易增加 这个 钉钉 这个效果 会特别的好 效果 会特别好 所以这里 可以让 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 参考 大家在应用的时候 那就可以 就可以 很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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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当然 最后果 要好 就是 你要给它 比较 看看 这两个 稍微来 比较 你如果是有 比较 那会更有 感觉 其实有的好朋友 说不必 如果我这样 管就看 有了 确实 这个效果上 其实是 还蛮明显的 在这里 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 了解到 你大概 在应用 那就可以 很 很不错的 好个 尽量 那是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 去给它 尝试看看 尝试看看 应该在 这方面 尤其 噴災 噴災 刷災料 刷災料 这个 这个时候 你把它 管 万千 下肥 这其他 这什么 反式肥 还是什么 让这肥 慢一点点下 因为 这个玉米 它本身 是没有 什么样的 一个 这个 这一细子 你大概五百倍 你稍微 等一等一等 稍微 稍微灌一下 它有一点 营养粉 然后 还有玉米 它很快 就有法 来 开筋 你看 开始有 神尾 开始刷災料 神尾 开始 在 盯盯 大概 就可以 继续下去了 这个 好个 应该 就看得出来 提供 我们 听众朋友 稍微 做了解 嗯哼 感谢 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阳